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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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等白石巡人 还是我先上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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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 人道即胜 曾永远在认认打吗 脚都没认了 他可不是是怕输 故意不来的吧 第四场 人道即胜 弯弯锤也不对 怎么办 也送了四场了 咱们就快没有人能上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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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体系这样下去收定了 车轮仗升六轮 发生明年防空学院 不就没这个戏了 太体系 请请发救援下一位选手 等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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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陈冰 这位是杨灵雪 我们今天早上 刚转入CMF学院太极系了 这场比武 我们也有资格参加了 两位同学 有什么资料证明吗 既然转入CMF学院太极系 既然转入了CMF学院太极系 自然有资格 两位同学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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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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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们主动来泄缩啊 不会就这点本事 招数都使完了 那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了 门场比试 太极系获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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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爷爷 你看我给你发的视频没 他们怎么那样跟我一样 什么招式 不就是你教我那些 这是城市太极传人 你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陷入武功 你功夫太大 不过他们的 我知道了 我会避开他们的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见其他人 二位 你谁啊 我是拳刀队长谭玲 今天两位的功夫 我们拳刀系受教了 怎么了 有事情 没事 只是有一点想不清楚 两位如此的实力 居然愿意屈赠于小小的太极系 你要是想替权道系报仇 那你尽管放马过来啊 我可不愿意自找麻烦 我只是有一句话 必须得跟两位聊聊 此话怎讲 前几日 有一女生用太极功夫 打倒了权道妻子 跟我们有关系吗 重点是 那个女生用的太极功夫 神似你们陈阳两家功夫的精髓 我可听说你们陈阳两家的功夫 都是传内不传外的似的 这个女生啊 一定是CMFU学院的学生 但她 不是你们太极系的学生 所以我猜 她肯定是藏身于别的系统 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合作 考虑一下 她找我们说这件事情 肯定有别的目的 虽然她说这件事情 事关我们陈阳两是太极 但是不可亲信啊 对啊 太极女高手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既然她说得像那么回事 那我们就等她拿出证据 如果真的有太极女高手 我们一定要找出她 也好 走吧 陈斌跟杨宁雪两个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差 同样都是太极系的 怎么实际差距这么大 因为他们两个 是陈阳两师的传人 你跟踪我 不巧路过 台上的陈冰 台下的杨宁雪 一位是陈氏太极的传人 一位是杨氏太极的传人 太极流派发展至今 占据主流的 就是陈 杨 两派 那既然是主流 为什么太极系的学生 达不到他们的功力 是因为传承 传统国术的传承 一向是船内不船外 传统的狭隘 必将导致没落 太极的外表架子好学 但如果想学出神随 就必须有高手亲手指点 甚至手把手的亲囊相授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根本学不到太极的精髓 破除门第之箭 势在必行 不然实在难以将太极弘扬开来 你怎么什么都懂呀 这种事情 稍微关心一下 就至少会了解西八成 不像你这种 完全不了解自己实力的 海极高手 不晓得罢了 你说话不能好听一点啊 怪不得他们要打你 要我打死你 习惯了 要是你听不惯 不然 就再用点辣椒水吧 你来了 你来了 怎么样了 没什么答案 再过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比赛怎么样了 赢了 我们赢了 是太极系赢了 怎么赢的 靠实力 你的伤不还是没好利索吗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学生会在调查你中毒的事情 身为学生会长 我会给你一个公道 有你主持公道 我还担心什么 快点好起来 快点好起来 到了 这是我根据太极女高手的身材和身高 筛选出来的全部学生的资料 这怎么这么多呀 这可是我熬了一通胶 排除了上千个人得到的结果 剩下不够一百来分而已 知足吧 这一百多个那还是多 万一找了没找到怎么办 就是要谈听同学 这么多范围不能再缩小了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更何况 凭你们二位的实力 找个人又这么难吗 我看你就是想等着让我们给你找 你这倒是冤枉我了 找到太极女高手 本来就是你们自己家的事 我一个外人本就不便插手 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们全道戏道个歉而已 但是对于你们太极正统来说的话 可不知道歉怎么简单 你们陈氏 阳氏 隐派白氏 隐派魏氏四大家族 向来团结一致 中间莫不是出了什么小人 泄露了太极正宗吧 不用这么怀疑我 我们全道戏也不是无礼之人 大家一起找到太极女高手 也可以消解我们两戏之间的恩怨 何乐而不为呢 加油吧 小雪 要不然分头找一下 行 没问题 那你就赶紧给我好好找 必须把它找出来 你倒是分一点啊 我自有办法 你自己留着吧 不容易 还有我的 小晨 你又在看门花 你就知道看门花可傻笑 过来 我给你补课 你今天啥都不知道 就知道傻笑 来 不收回新闻 你知道陈彬和杨维成这两个吗 不知道 你说的是谁 纯冰杨明雪 太极其兴东雪 你啥都不知道 你真有啥 然后他脸到处打架你知道吗 热闹 可厉害 三挑四打戏 打一个戏赢一个戏 全打趴去 可厉害了 小琴你手 我说什么 你帮我思路打断 谁 陈斌厉害 杨明雪厉害 打人是什么呀 好重的 不是这个 我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我只知道陈斌他去找人 好像到处找人 就进那个刘波学院 你知道刘波学院吗 刘波学院 我不知道啊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学院 全部都 这种 然后嘴买的 陈斌他就 看我 陈斌他就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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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够了没有 差不多吧 好看吗 怎么说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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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真不是故意的 因为西武之人嘛 他会有条件反射 你这样抓过来 我下意识就会挡 你知道吗 所以 陈斌 你干吗呢 小雪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是在打扰你吗 不是不是 你说好的找太极女高手 你跑这儿来干吗呀 这些人的身材很好看是吗 你说什么呢 我是通过他们游泳的训练 观察他们的发力 然后来判断他们是否有人学过太极 那你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那你还不走 来 站住 追着想走 我们要走便走 你能拦得住吗 在我的游泳馆里闹事 还敢如此嚣张 当我们刘伯学院好欺负啊 那你想怎么样 我不和没有功夫的人打 哎 两位 冷静一下 死话说好 冤家意见不意见 小雪啊 说话客气点啊 闭嘴 好 喂 卫处 你怎么来了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 如何 希望卫会长 不要让我们刘伯学院失望 当然 跟我来 都好笑 妈 我肚子都笑动了 是 你说 要是卫处 他不吃得该多好 那还能够好笑 我都累了 我肚子都好痛 卫处 刚才真是多亏你啊 我肚子都好痛 没事 就当是教训了 以后在学校注意分寸 他不就是为了占别的女孩子便宜吗 喂 你瞎说什么呢 我是去调查神秘女太极高手 你听有理是吧 哎 宁雪 陈冰不是那样的人 就是啊 多少年了 不过 不过 我倒是没有听说过什么 太极女高手 你们听谁说的 我们是听 拳道戏的队长 唐琳告诉我们的 而且我们还听说了 这次拳道戏 就是因为这个神秘女太极高手 打败了拳道戏子 唐琳说什么你们都信吗 拳道戏明显是想让太极戏难堪 你们连这都看不出来吗 唉 你们知不知道 经过你们这么一闹 太极戏 就要跟全校树敌了 可是这事关太极正宗 难道我们就不该调查一下吗 如果太极正宗被偷学了去 那我们 把注意力放在真心太极戏上 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 对了 为了给崭新和刘伯学院一个交代 你们两个 去一趟刘伯学院 扫一些游泳池 以表歉意 可是师兄 我们没有做错呀 尤其是你 要以礼待人 别失了太极全人的神采 听到没 好 我们知道了 那不说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师兄再见 我听说 你去看太极戏的比赛了 正好有时间罢了 是吗 看来你还是放心不下太极戏啊 有海洋在 我怎么会不放心呢 酷衣枉我 虎口甜子 好一个朴痴啊 知死敌儿后生 现在的年轻人哪 真是不得了 奶奶 您过奖了 奶奶虽然老了 但还不糊涂 破除门第之间的打算 看来你现在还没有放弃吧 国术之所以为国术 正是在于他的传统 丢了本源 国术就名不服食了 所以你的想法 我不会支持的 就是因为这种传统 太极才逐渐示威 太极的示威是因为八旗门 明雪 陈兵 小雪 你怎么样 没事吧 魏师兄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魏处 魏处 你终于醒了 魏处你没事吧 没什么事 就是没有什么力气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得想办法逃出去 可是我们现在都被绑着 怎么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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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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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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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当年丰前辈的事吗 齐居无定事 生父在人为 我有心理准备 第二个 我问是 彪彪 你喊什么 那个上上说 你身上公子评选开始了 就是宣愿草愿花的那个 没兴趣 你怎么能不感兴趣呢 你是第二 第二 你就比这个静柔少二十票 我跟你说 你爸 不要总看这些有的没的 你知道吧 只有我 低调点 说你说 这魏楚 他怎么就能意识是第一呢 他为什么人气能那么高呢 他之前不是都休学了有一年多了吗 怎么粉丝就那么重心 魏楚魏楚 你总是他 我最近总能提上他 别提他 提他我就烦了 好香啊 怎么最近变成小厨娘 开始做饭了 让你真是真是我的厉害 好 带着爱的鸡汤 不尝吧 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吧 谢谢你啊 不是 不是 同学这真就是要互相帮助嘛 还没有问你的名字 你叫什么 我 我叫肖肖 是上香学院书画系大一的 我 我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 我就给你包了个鸡汤 尝尝呗 我觉得对身体特别地好 我昨天晚上查了好久的菜品 你别说这个包鸡汤真的还有点难 我从来都没有包过鸡汤 吃了以后我悄悄在我们寝室 一直在那儿 偷偷地对着老师 保身要被发现了 我放了好多料 灯龟枸杞 人参 然后整肌 一定对身体特别好 有助于你恢复元气 来来来来 尝尝尝尝 你 我 我跟你猜我 我自己来就好 学 学长我先去上课了 我喝完了 赶紧走了 我们还得打扫游泳池呢 急什么 这么多好看的画 不欣赏一下 太可惜了 不过你说魏师兄 为什么不让我们调查太极女高手 这明明才是事关太极生死之事啊 没有这么严重吧 怎么不严重了 太极一乡传内不传外的 你要是被偷学了去 岂不是败坏规矩 你怎么不认为 卡琳她说谎 她没有这个理由说谎吧 那画 怎么了 你看这画的笔风 阴阳相生 以柔硬刚 分明是使用太极的招式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画这幅画的人会太极 很有可能 风 书画戏姓风的我觉得 应该调查一下 但是还是先打草游泳池去吧 走吧 靳容 票选就要截止了 看来我要提前恭喜你 蝉联上香淑女了 结果还没出来呢 那还能有什么悬念 除了你谁还有资格 某些人 还是算了吧 哪有资格跟你比啊 魏楚是上香公子 你是上香淑女的话 算不算是门当户对 仿才女貌啊 康老师 好久不见 魏楚 有事 我今天到这里来旁听 可以吗 旁听 咱们书画戏文学底子 媲美古人 你要点底子 才能够来旁听啊 一年多不见 切车切车 好 这个字怎么解释 不送 不送 我们要有孔孔号学的精神 请上座 各位同学 收拾收拾整理整理 我们待会儿就上课了啊 同学 和声 在这儿呢 还换个位置坐吗 你也不是一定要坐这儿吧 那儿也空着呢 就是啊 这位同学 今天 坐着人了没看见吗 你去那边坐吧 嗯 我乐意 三人醒必有一顿跑 大哥 你天天跟着我 你是不是跟壁虫啊 陈平和能力学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各位同学 上课了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 就是赏图 要赏哪一个无图画呢 庐山高图 梅幅画都有不同的气势 登高山望远海 虎长剑易扬眉 梅幅画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那各位同学 有什么心得可以把它说出来 没想法 没睡醒 没感觉 没灵感 没问你 没天赋 彪彪 我老师那个 这个画 这个 乃明代画家沈舟 庆祝恩师陈宽七十大寿所作 画家采用全景式构图 近 中 远景 自下而上 一气合成 一笔一画 组成浓淡 远近层次 细节之处 凸显画家的意思不苟 不过 刻意模仿圆人的画风 不免 不免显得有些作作 丧香公子 一卧龙 好了 我们继续上课吧 是否躲不过 不排除他们对你的嫌疑 你永无宁日 都怪你 下课之后 教学楼大概有两三百人的流动 来的事带来吧 来的事带来吧 那不就封票帮忙 来得正好啊 陈冰他们一定在某处观察你 等一下我会故意绊倒你 你准备好了就挽住我的手 放心帅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我尽量演得真一点 只要他们发现你够柔弱 就能消除嫌疑 否则